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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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誰有靈犀 我懂 你在那個角落 原來這就是你的旋律 可以說明 不用你清楚我了解 因为你是我最美的歌 Come on girl 你的花裙摆 鞋像张罗三 美好又可爱 我们会记得现在 陪你看海 带你天上fly Come on sweetie 你的小意外 你的棉花糖 你的I'm so shy 我们会永远存在 对我依赖 陪我say goodnight 一起看星空的海 心跳动作变得快 我们坐在屋顶外 收拾甜蜜的对白 好 终于你我所一生所爱 但是我和你不至于徘徊 如果不开心要以苦为快 但是动不动就让我猜 猜 我终于你虽然常常无奈 天不怕地不怕特别厉害 所有的故事都根据你改 你对我时差意外 谁有灵犀 我懂 你在哪个角落 原来这就是你的旋律 可以说明不用你清楚我了解 因为你是我最美的歌 谁有灵犀 我懂 你在哪个角落 原来这就是你的旋律 可以说明不用你清楚我了解 因为你是我最美的歌 啊 一百零八 阿姨 这已经是折扣价了 如果您想要更优惠的话 可以办张卡的 不是免费吗 还送洗衣粉呢 阿姨 那是刚开业时候搞的促销活动 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一百零八 画一百零八 磨得脸上一脸的泥 这不瞎扯呢呀 阿姨 您看 您辛苦一辈子涂什么 不就是涂晚年享受吗 享受在哪呢 就在美容 对 美容最重要的就是皮肤获理 阿姨 我看您这底子不出一周 只要来我们美容院 我保证你青春焕发 青春永重 青什么春哪 我又不找对象 这一百零八 够我一个星期的菜钱了 算了 走吧 对 走 走走走 那个 阿姨再见啊 没事 这个不是我们的消费人群 只要坚持 一定可以成功的 行行行 就这么说定了 您放心 我的项目能不太胜您吗 好嘞 行 那你就跟我约晚上吧 下午呢 我还要见个投资人呢 是是是 我们准备下半年开机了 本子都是现成的 早就过审了 我的项目您还不放心吗 好 可忙死我了 一上午还没喝口水呢 慢点喝有点烫啊 这茶不错呀 您喜欢的话我一会儿给您带回去点 别忙了 我马上就得走了 小黄在外面给我叫车呢 今天我先号 对了 你叫我来 什么事 我有个小想法想跟您碰一碰 对了 青梅 我跟你说我们的项目进展得可顺利了 好多投资人对我们特别感兴趣呢 改天我约他们一起到你这来见个面 咱们当面聊聊 姐 你说咱们一下子开这么多项目 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呀 八个还不妥当 这还好些投资人 没有加进来呢 你看我就是一个小工作室 我怕我完成不了 有姐在 都跟你把盘子码得明明白白的 不用你操心 实不相瞒姐 其实是有几个本子我还没有看完呢 你就看你现在拍的这个就行了 其他的你看他干啥 资金一到马上开机 拍完直接看片呗 姐 人家资方和项目还有资金 都是为了张静美工作室而来的 你说如果我连本子都没有看完 稀里糊涂就拍了 那到时候拍出来的成果又不理想 这不是自杂招牌吗 我的龙太太 喂 抽到了 好 我这就来 把你的心放肚子里 有姐在 帮你赚钱 我走了 姐 咱们也不能只赚钱啊 上次给你那个给少了 咱们这邻里之间的 有什么事都好办 行 没问题 到时候有客人我就给他们发 放心吧 兄弟 老板 新店开业啊 满五百送五百 姐 这是你们家的优惠券啊 姐 谢谢 是啊 这是楼上的 冲五百送五百的 特别好算 您试试去 我这花五百块钱就洗个脸啊 要不你就给我换一张 你们家的优惠券行吗 姐 您开玩笑了 三十五十都行 这个确实换不了啊 你不是一家的 我也不用那个美容啊 我也不用那个美容卡啊 你 你说 这样吧 大姐 下回来呢 我送你一份小菜 好吧 哎呦 你 你看这事 你看看啊 你看看啊 哎 您看看 您看看 这 冲五百 冲五百 这 冲五百 冲五百 您看看 您这些 叫我很好的美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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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姐 这些太多了 看看优惠券 我先开的表面点 好 谢谢啊 哎 哎 您也看看 哎 您要是美容的话 到我这儿来 现在 冲五百 冲五百 给你 优惠活动 好 这该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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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美女 哎 嗯 不错 还知道发传单了 不错什么呀 老爷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 那一片 消费力根本开不了美容院 叫我看哪 这地儿 早晚还得关 关怕什么 不学会关账 怎么懂得开账呢 老爷 我看小少爷挺难的 要不要帮他一下 帮什么帮 他自己长计较 谁能起他疼啊 再折腾两天吧 嗯 哎 对不起 周经理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答应您的 我只在张静美工作室任职 龙氏集团的一切事我都无权参与 这件事情还是麻烦你找徐姐吧 不好意思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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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这点还不睡啊 我明天就要见这两个项目的编剧了 剧本还没看完呢 我觉得这个剧本它的逻辑有一点问题 没办法开机啊 不是有编剧吗 让编剧改呗 那我也得把事情弄清楚好跟编剧聊啊 怎么现在开个工作室比你以前跑剧组还忙 责任大了 张静美 你干什么把自己逼这么紧啊 好像不努力不上进就对不起全世界一样 你不累吗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睡觉了 那我出去了 不不不 不是 张静美 不是咱坐电梯不行吗 我看都看累了 你干嘛非要一步一步爬楼梯啊 我爬楼梯心里踏实 晚安 晚安 快睡吧 什么你爷爷我爷爷 咱们爷爷 你赖不赖皮啊 你什么时候也跟着一起姓陈啊 陈 陈北辰也没什么不好啊 滚 我家可不说赖皮啊 我家说啊 你以后叫 洛轩衣 你妈谁赖皮呢 你呀 爸 这次出院你就上我那儿住去吧 这俩孩子你给我管管 他们听你的 来 爷爷 爷爷 轩衣和小洛来了 正好你三叔 三叔三婶 他们也刚来 这就是大哥说那个小洛吧 这是三叔 三叔好 你好你好你好 三婶好 一表人才呀 还是轩衣有眼光 没有没有 谢谢三叔三婶 轩衣 来坐 爷爷感觉怎么样啊 好多了 都在啊 爸 大哥来了 子彤啊 看到爷爷没 这下放心了吧 爷爷 我在德国呢 您没事吧 子彤啊 爷爷没事 你好好上学 甭惦记 爸 子彤就想回来 我们拦着没让买票 这不马上毕业吗 取消一堆水 就是就是 折腾什么呀 大家不都在这儿吗 对 对对对 儿子 跟你爷爷说再见 你不马上要上课了吗 爷爷再见 三叔三婶再见 再见 再见啊 欣欣 快把孩子抱过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坐这儿 来 都长这么大了 好好好 叫爷爷 叫爷爷 你们家人真多 他们两家人是挺多的 没关系 太羞了 太羞了 好 爷爷 我和北城 我们俩就先走了 明天我们再来看你 好好好 你们先忙去吧 我们先走了爷爷 大伯大妈再见 大伯大妈再见 慢走啊 再见 来 叫爷爷 爷爷看看 一个六 龙总好 今天业绩怎么样 龙总 今天没客人 没人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奇了怪了 前两天不是人挺多的吗 前两天是因为有促销活动 还送洗衣粉 现在促销活动也没有了 就没人了 就收费的一个都没有 有个拿五百优惠券的 做了一次让我们找钱 找什么钱 不是买五百送五百吗 是 让我们给拈走了 对 做得对 龙总 我妈突然想让我回去相亲 我得辞职了 龙总 我爸腿受伤了 您看我这几天的工资 能不能结一下 龙总 我男朋友他要去外地了 我想和他一起走 行 过来结账吧 谢谢龙总 行 故事我都了解了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吧 好 其实只要项目可靠 资金不是问题 不就是一两个亿的事情吗 还怕龙太太您见笑 您能这么信任我们 真是太感谢了 哪里的话 能和龙太太合作 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谢谢您 您夸奖了 不客气 那就 快点拟订合同吧 好嘞 好嘞 期待合作啊 好嘞好嘞 期待合作啊 没问题 留步留步 我倒想起来个事啊 我们公司最近在投标 龙氏集团新开发的那个项目 不知道龙太太有没有听龙总提起过 不好意思啊 吴总 龙晨基金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哦 是吗 没关系没关系啊 那续姐我们再联系了啊 好好啊 再见 慢走慢走啊 静美 对 吴总啊 可是诚心诚意要投资咱们的 他私下可告诉我了 你的头三部作品至少领头百分之四十 你知道这是多大的支持吗 姐 她想投资的不是我 是龙太太 我的姑奶奶 您不就是龙太太 龙太太不就是您吗 有什么区别 有啊 我只会拍电影 不会给龙晨基金传话 静美 咱能现实点吗 既然我们立了工作室这个牌子 不就是为了打开门做生意的吗 现在既然有豪华登山索道给你做 干嘛拒绝呢 姐 豪华索道是给龙太太做的 而龙太太只是我的一个身份 不代表我具有做索道的权利 如果张静美自己不努力的话 不经历一次一次的攀爬 不受到一次一次的挫折 她又怎么配得起山顶的风景呢 我也很希望 我可以打着龙太太的名号去做事 可如果我做得不好 我就只会给龙家丢人啊 静美 你要知道 人生呢是有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 如果说你不在合适的时间 抓住合适的机遇 那一旦错过的就是一辈子啊 姐 我知道您是在为我好 我也知道 如果我挂着龙太太的名号 我可以随手可得很多东西 可是相比这些轻而易得的东西 我更希望这些东西 是看我自己努力得到的 好样的 像你这么励志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 可是怎么办呢 有没有想过你身边的人 你这么倔强这么坚持 难道希望你身边的人跟你一起爬山吗 我呢是属于山顶 山顶的风光呢我已经看过了 还要陪着你爬山 简直是浪费我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等你什么时候爬上山顶 或者是想开了想做豪华所到 我们山顶再见吧 好 走 走 走 张姐妹 不是咱坐电梯不行吗 我看都看累了 你干吗非要一步一步爬楼梯啊 我呢是属于山顶 山顶的风光呢我已经看过了 还要陪着你爬山 简直是浪费我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你这么倔强这么坚持 难道希望你身边的人跟你一起爬山吗 张姐妹 不是咱坐电梯不行吗 我看都看累了 你干吗非要一步一步爬楼梯啊 我给了你 你来找人家呢 她想到这些宿只能见面 那你不应该是 New City 你还行吗 你去哪里 你那你会是 去哪里 我还在多年 你托平 服务员 我要一个单人餐 一杯水再加一个鸡腿 好嘞 稍等啊 等一下 鸡腿不要了 好嘞 谢谢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服务员 双人套餐 好巧啊老板 你也喜欢吃他们家麻辣烫 我点过了 你点单人餐就行 双人餐是我自己吃的 服务员 麻烦都加个喉包蛋 他们都走了 你怎么排不走 我家又没事 我也没男朋友 你这管吃管猪的多好呀 老板 你要稳住啊 我们能赢 加油 加油 你慢慢吃 你慢慢吃 这样啊 我帮你结了 不是 老板 我不要吃 看到你 我没根本用户 我不这样 你肯定不得了 你又要帮你 他也就要帮你 什么呀 阿姨 了解一下 美容美发 谢谢啊 美女 美容 有优惠啊 阿姨 了解一下 美容美发 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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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公 你在哪儿呢 我在店里呢 店里忙吗 忙 店里特别忙 对对对 谢谢您啊 谢谢啊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老婆 我先过了啊 我又再跟你说 今天我可能还是回不了家 啊 老婆 我这不是店里正招新人的吗 我肯定得在这儿主持大局啊 我可是龙总 对不对 啊 那个 小婷啊 把那个水杯给我拿过来 啊 人家客人还等着呢 所以我跟你说啊 老婆 其实我还存有自己 一点点的思绪 哪怕只是残忍住 看你幸福的背影 无所谓 还情和友情 打断我们关心 老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 我 老公 把店关了吧 别啊 老婆 我 我这刚起步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 我知道了 老婆 我研究了 老婆 这地方没人来 没人来消费 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消费习惯 我研究啊 我第一可以兼职宣传 第二可以兼职培养 第三我还可以 老公 老公 别浪费时间了 这不是你该做的事情 我能做好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能做好 咱们先回家好不好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能做好 我信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我就是不用做呗 就这么一个小破店 我就是做不好 你现在看到了 就是这样了 就这么一点小事 我就是做不好 你看到了 没错啊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你在说什么 我再说 我不应该自作主张地 把你拉到我的世界里来 你好好的一个 龙氏集团的继承人 根本就不用从零开始啊 也不用窝在这么一个 小破店里受挫折 伤自尊的 龙姨 你被困住了 哪怕只是残忍住 看你幸福的背影 是我困住了 请打开我们关系 只希望你做自己 我应该放了你 你想分手了是吗 你是夏夜的人烈 你是晚风的 心间 空气都变得很香甜 想一起去冒险 一起去看世界 夜空倒变得很特别 特别的门店闪烁着 要不可及的 星河的微光 把心愿重了 把心愿重了 张亮了你眼中的光 把影子拉着 烧起浪漫 回忆里安放 拿起海製的 你是夏月的热恋 你是夏月的热恋 空气都变得很像天 牵着手满不折 跟着风摇晃着 想想到晚就是现场 请记得加入我沉默 看星空银河 许的愿是你出现在身边 说不出口的想你呀 勇气好对待 要望星空就是想你了 牵着手满不折 跟着风摇晃着 想想到完整实现着 请记得加入我 沉默看星空 许的愿是你 快出现我身边 说不出口的想你呀 勇气都回答 勇气好就是想你了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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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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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ему 하지 遥望星空就是想你了 遥望星空就是想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